嗨,我是天成 漫威在三年前重启了《蜘蛛侠》系列电影 但很多观众肯定和天成一样 对托比马奎尔主演的老版《蜘蛛侠》心心念念 打造老版《蜘蛛侠》三部曲的导演叫沙姆雷米 他其实是一部擅长拍惊悚片的导演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影片《惊魂眼》 就是沙姆雷米指导的一部构思精巧的悬疑惊悚片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叫布莱斯顿的小镇 女主安妮是一位占卜师 一年前,她的丈夫应聘到这个小镇的电缆厂工作 安妮也带着三个儿子来此定居 可谁知上班没几天 电缆厂就发生了爆炸事故 丈夫也因此丧生 此后,安妮就靠着丈夫的抚恤金和自己的占卜服务 抚养着三个孩子 安妮的家族都有一种预知未来的能力 安妮本人的天赋又很高 经常能对一些事情进行精准的预测 因此,她在小镇上吸引了大批忠实客户 只是,这种超能力无法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因此当初安妮明知道丈夫有危险 她也无力改变 在安妮的客户中 唐太太最为狂热 她的丈夫老唐是个暴力狂 经常将她打得鼻青脸肿 唐太太于是来找安妮求助 安妮经过占卜后 预知老唐虽然喜欢施暴 但却是个胆小鬼 根本没有杀人的胆量 于是她奉劝唐太太离家出走 也不用担心被老唐追杀 但唐太太早就被丈夫打怕了 不仅没敢逃走 还将安妮的提议告诉了丈夫 老唐一听此言 当晚就气冲冲的闯进安妮家 不仅当着孩子们的面 骂骂安妮是女巫魔鬼 还威胁称 如果安妮再给她的妻子出坏主意 她就会对安妮的孩子不客气 起初 安妮以为老唐三万七也就没事了 可一天晚上 安妮带着孩子们回到家时 在门口就听见卧室里 有人正在念着恶毒的诅咒 她搭着胆子打开门 发现是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 床上还被人用扑克拼出了一个魔鬼的单词 安妮第二天直接报了警 并明确指出就是老唐搞的鬼 但警察却认为像老唐那种人 虽然是个暴力皇 但却没有胆子干私闯明柴的事 于是简单安慰了安妮几句后 就匆匆离开了 另一边 老唐听说安妮报警了 很是气恼 她来到安妮家门口顿售 见安妮的孩子独自出门时 就上前一通威胁和谩骂 这个情景刚好被安妮的一个忠实客户 弗兰克看见了 弗兰克干嘛上前 理直气壮地赶走了老唐 弗兰克童年时经常被父亲虐待 长大后便患上了精神病 他经常找安妮占卜 希望有一天能解开心结 安妮每次都鼓励他去跟父亲直接沟通 勇敢地面对童年阴影 但弗兰克每次听到这些建议 都会变得暴躁不安 甚至富有攻击性 安妮也没办法 每次只得好言抚慰 弗兰克也因此对安妮有了感恩之心 这次看到安妮的儿子被威胁 自然会上前出手相助 被老唐这么一闹腾 安妮连晚上睡觉都缺乏安全感了 即使每天放个棒球棍在床头 夜里仍然噩梦念念 这一晚 她就梦到突然被一双手掐住脖子 就在快要窒息的时候突然醒来 内心久久难安 第二天 安妮去学校接完孩子回家时 遇到了一个闺蜜 闺蜜告诉安妮 镇上一个叫凯蒂的美女 昨晚突然失踪了 现在警方正在四处搜查 听到这个消息 安妮表面上很镇定 内心却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原来她早就认识凯蒂 此前曾跟凯蒂见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镇上的中学校长 伟安的办公室 凯蒂正是伟安的未婚妻 当时安妮的大儿子在学校跟人打架 他被校长交到办公室 刚好凯蒂也在场 所以才彼此认识 凯蒂得知安妮是占卜师后 当时就要安妮为她占卜 看她结婚后会不会幸福 安妮眼前很快出现了凯蒂双脚沾满淤泥 脚下一片湿漉漉的水渍的画面 她预感到凯蒂可能会出事 不过为了不给凯蒂添堵 她当时并没有将这个预测说出来 第二次跟凯蒂见面 是在一次聚会上 当时校长伟安和凯蒂双双出席 安妮在卫生间意外发现 凯蒂竟该一名陌生男子私会 安妮随后又和落单的伟安闲聊 这才得知伟安并不知情 看来凯蒂的私生活并不检点 不过安妮并没有将此事告诉维恩 一来不想惹事 二来也不想伤害维恩 因为她第一次见到维恩时 就发现对方和自己的丈夫有些相似 因此对维恩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只是当时维恩有了未婚妻 安妮也就没有将这种好感表露出来 时间回到现在 就在安妮为凯蒂的失踪感到疑惑时 这天晚上 她接到了凯蒂父亲的电话 原来警方四处松寻无果后 凯蒂父亲听到安妮有预知能力 所以打电话请安妮帮忙 安妮接受了邀请 她也因此见到了情绪非常低落的维恩 不过两人并没有过多交谈 因为安妮因凯蒂父亲的要求 要开始占卜活动 旁边的警察觉得安妮的行为太荒谬 不时发出冷嘲热讽的声音 导致安妮注意力分散 没有预知到关于凯蒂的相关线索 占卜活动已失败告终 当天晚上 安妮在睡梦中 梦见自己走进一处用栅栏围着的园子 在那里 她看到路边有白色的花朵 地上有条铁链正滴着鲜血 前面还有一片琥珀 随后 安妮便从梦中惊醒 她来到门外的院子里散步 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幻象 凯蒂被铁链锁着 挂在一棵大树上 身体还呈现出水中漂浮的状态 安妮立即领悟 这是超能力给她的提示 凯蒂可能被人杀害 然后用铁链锁上沉入了湖底 天亮之后 安妮来到警局 将自己的预知告诉了警察 警察本来有些抗拒 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他们根据安妮的描述 竟然真的找到了 与安妮梦境里相似的园子 而这所园子 正是暴力狂老唐家的 警察趁着老唐不在家时 在获得唐太太同意后 派人下火打捞 果真找到了凯蒂的尸体 凯蒂身上还锁着粗重的铁链 和安妮在幻象中看到的形象 几乎一模一样 就在警察打捞尸体时 老唐也赶回家中 警察见她手臂上有抓痕 立即将其作为头号嫌疑人 带回了警局 几天后 法院公开审理 凯蒂被害案 尽管老唐自我辩护称 手臂上的抓痕 是那天晚上在酒吧私会凯蒂时 两人发生冲突所致 但警方并没有踩心老唐的辩词 加上老唐在法庭里大骂 作证的安妮是个魔鬼巫婆 引起法官和陪审人员的极度反感 最终 法院判定老唐罪名成立 审判结束后 安妮回家时碰到了弗兰克 此时的弗兰克状态极其糟糕 十分需要安妮的帮助 而此时的安妮 在法庭上被老唐骂得心烦意乱 她并没有洞悉到弗兰克的精神状态 也没有给弗兰克提供任何帮助 急匆匆就回家了 没想到当天晚上 安妮就接到了弗兰克母亲的电话 得知弗兰克竟将父亲绑了起来 准备烧油焚烧 安妮急忙去车赶到弗兰克家 但此时弗兰克已经完全失控 最终 她不顾安妮的劝阻烧死了父亲 而她自己也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所有的闹心事 至此似乎都告一段落 安妮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 她和校长伟恩的关系也有了进展 谁知一天晚上 安妮准备洗澡时 再次看到了凯蒂的幻象 难道凯蒂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安妮将此时告诉了伟恩 并商量哪天一起去湖边祭拜凯蒂 可没过多久 她又从洗手池里看到了大片鲜血的幻象 还看到一只胳膊举起斧头一样的东西朝她砸来 直到此时 安妮才终于明白 老唐可能是被冤枉了 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这才是凯蒂纠缠她的真正原因 当天晚上 安妮连夜赶到负责凯蒂家的警察家 希望警方能重新调查凯蒂案 警察明显对安妮的提议不感兴趣 劝她不要没事找事 这时 安妮竟以捅破警察和凯蒂的私情为要挟 逼着警察重新调查凯蒂案 原来在那次聚会上 安妮看到凯蒂私会的男子正是这名警察 安妮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只是事不关起 一直没捅破 警察一听安妮要抖露自己的丑事 只得就范 当即决定重启凯蒂案的调查 搞定警察以后 安妮开车刚回到家中 发现伟恩竟然半夜造访 原来她听说 安妮看到凯蒂幻象的事 心里一直感到不安 想让安妮再帮忙占卜一下 看看凯蒂到底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伟恩来求自己 自然无论如何也要帮忙 安妮进行了一番尝试后 却什么也没有占卜出来 伟恩于是提议 可以去湖边进行实地占卜 说不定能有结果 对伟恩百般信任的安妮 又来到湖边再次尝试 这一次 她果真看到了凯蒂遇害的经过 原来那天晚上 老唐与凯蒂在酒吧翻身冲突后 就撇下凯蒂独自离开了 就在此时 伟恩突然出现 她早就知道凯蒂私生活混乱 眼前两人就要结婚 凯蒂还到处给自己乱戴绿帽子 伟恩因此便起了杀心 她将凯蒂带到湖边 用双手掐死了她 也就在当天晚上 安妮梦见自己被一双手掐住了脖子 但她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情况 此刻 得知真相的安妮显得有些恐慌 边上的伟恩察言观色 立即明白安妮已经探知了真相 她举起像斧头一样的手电筒 朝着安妮的脑门砸了下来 被砸破额头的安妮跪倒在地 但伟恩仍没住手 当她准备第二次砸枪安妮时 Frank突然出现 并当场打晕了伟恩 随后 安妮和Frank将伟恩搬进车后备乡 一同去车前往警局 半路上 Frank解释 自己是从精神病院偷跑出来的 她答应安妮 等将伟恩送去警局后 她会乖乖回到精神病院继续治疗 可当来到警局 安妮将伟恩交给警察后 却发现Frank不见了踪影 安妮独自留在警局露了口供 将事发经过全部告诉了警察 伟恩也对罪行供认不讳 只是关于Frank救人一事 警察却有些不相信 因为精神病院传来消息 Frank在下午就上吊自杀了 怎么会在晚上去解救安妮呢 可安妮却记得真切 车上还留有Frank递给自己擦脸的手帕 安妮非常确信 Frank确实来过 只不过来的是Frank的灵魂 惊魂眼上映于第六感 在全球大火的四年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跟风之作 其实就故事来说 两部电影并无雷同之处 虽然不如第六感那样精实骇俗 但惊魂眼却也是一部 构思精巧 视觉优秀 大白明星云集的悬疑佳作 电影中的所有角色 都处在精神的困境中 而每个人选择走出困境的方式都不一样 有的人选择自枪 有的人选择骇人 有的人求助超自然的力量 有的人则放下包袱继续前行 但最后一种方法 也许是现实中的我们 面对相同困境时 能够选择的最好的方式吧 好了啊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电影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悬疑Movie 每期带给你一部故事精彩的悬疑电影 我是主播天成 下期见